时而弄目远征 时而专注坚定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 美国戏剧学家魏丽莎不仅在镜头前 展示其自己在京剧表演中的眼神功力 比方说有的时候她让我在一个镜子 就是对着一个镜子 就是这么在京剧里表达这个关心 魏丽莎是梅兰芳的再传弟子 她潜心研究京剧40年 通过从中国邀请京剧老师赴美拍戏 翻译编导英语京剧 在美发行戏剧专注等 推动中国京剧在美国的传播 近日 魏丽莎获颁2019第七届中华之光 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称号 从89岁接触舞台表演 到后来到夏威夷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国戏剧 再到1979年赴南京大学交流学习 魏丽莎与京剧的缘分越走越近 在南京学习期间 魏丽莎拜梅兰芳迪传弟子沈小梅为师 学到不少京剧理论知识 光说不练甲巴士 魏丽莎东练三九 夏练三伏 只为江浙门传统中国艺术学好练经 那是冬天在南京学 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和小梅老师 有的时候练到我的脚没有感觉 因为房内的温度跟房外的温度是一样 正是凭借这份刻苦与坚持 魏丽莎在练习几个月后就成功演出了京剧《贵妃醉酒》 因扮相俊美 唱腔圆润 被喜欢她的观众誉为杨贵妃 1981年 魏丽莎返回美国 以在中国学习实践的经验为基础 她完成了博士论文京剧听觉艺术 并通过教学让更多外国孩子 领略中国京剧的魅力 每隔四年 魏丽莎都会专程到南京邀请老师沈小梅到夏维夷授课 为此她坚持为学生们翻译剧本 募捐服装道具 时至今日 魏丽莎已翻译了凤凰潮 玉堂春 沙家帮等 十台系的全本英语京剧 让美国学生对京剧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的报纸原来会写Picking Opera 老先生们跟我讲 我们不要你们在美国用这个歌剧 为了止息曲 因为是两码事 请你想办法改变这个 我还没有 我印象没那么大 但是最起码在夏威夷州 现在包纸要讲到京剧 她用汉语拼音京剧 虽早已退休 但魏丽莎对中国京剧的推广工作从未停止 她说 下一步 她要把已翻译好的十台系进一步完善 汇总出版 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学习这种传统的中国艺术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未经许可不得了解学习这种传统的情况下